以前想入麻醉館工作 一點都不容易 除了要熟人介紹 像發高超之外 入行36年的昆哥說 還要懂得留守 最重要是不要打殘客人 食放食秀 哪一陣子工作也要有麻醉根底才能回到工作 因為有包書 很難讓你實習打麻醉 根本不入樓 你工作三多天 公司不會用你 開除你 我們客族是想贏錢 打賽有什麼不同的心態 我們沒有 我們打正公司的排例 輸贏都是幫公司打 我們關工是一種經驗 我們沒有必要打麻醉 鬼五馬六 對客人都沒有信心 見到客人打麻醉 我怎敢打 打麻醉 打到鬼五馬六 又不好又有性 我打什麼就打什麼 有些客人沒有信心 對於你 但對於你 來後知道你做事和打牌 客人有信心 有他就這樣 多點來的一定 有沒有客人打到 折來一定要找你下場 幫他打一兩局 指定的都會 他有將成績表 以前是在飯堂的 今天贏多少 今天輸多少 這個月贏多少 這個月贏多少 一個月有獎勵給我們 頭一名的有多少錢 獎勵給你 第二名多少 第三名也有 少些 發放獎金給你 加上樓梁丹 這個月你贏了最多錢 你第一名就給你幾百元獎勵 會不會特意跑上去的防守 不是不用的 沒得跑 道理不是說你喜歡打就打 就是要安排給你 你有手才可以打大 按部就依照別人的程序去做事 如果想聽多點 在麻醉館工作的得意趣聞 按個星期六 一 就要去麻醉館60年POP-UP展 陳志敏坤哥和其他職員 到晚了